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新照曝光影争议,从复古风秒到吐气风,被吐槽凹美女人设。 近日,杨子的一组最新照片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和争议。 这次的造型呈现出了明显的复古风格,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个人风格, 引发了人们对于审美的思考和讨论。 照片中,杨子身穿一件具有复古元素的裙装, 搭配上了别致的发型和独特的妆容。 她选择了一种不拘一格的造型,散发出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然而,这样的尝试也同时引发了人们对于审美标准的质疑和批评。 一些网友认为她的妆容过于浓重,有点凌乱,甚至称之为吐气风。 然而,还有一部分网友对她的新形象表示赞赏, 认为她勇于尝试,敢于突破,展示了她的个性和独特魅力。 在娱乐圈中,演员们的形象变化常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因为这关乎着演员的个人品味和时尚触觉。 每个人对于审美的定义都有所不同, 而这样的争议也正是因为每个人对于美帝理解存在差异。 在大多数人看来, 杨子的形象转变是一种进一步凸显个人风格和魅力的表达方式。 从一开始的少女形象到如今的成熟复古风格, 她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并通过外表展现给大家。 无论是被吐槽的吐气风还是被赞赏的新形象, 这都是她在追求个性与真实的道路上取得的进步。 审美是一种独特而多样化的体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喜好。 杨子的新形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这让我们意识到审美观念的多元性和变化性。 在现代社会, 媒体和网络给予了公众更多表达和传播意见的平台, 使得审美成为了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 然而, 这种讨论往往伴随着争议和批评, 我们常常看到针对他人审美选择的质疑和批判。 然而, 审美是一种个人权利和自由,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认为美好的事物。 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审美观强加给他人, 也不应该过分依赖他人的意见来塑造自己的审美观。 杨子的新形象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勇气和实验精神。 尽管他的选择引发了争议, 但他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 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真实和个性。 审美多样性是美第一种体现。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历塑造了每个人独特的审美观。 在这样的多元环境下, 我们应该尊重并欣赏他人的审美选择, 包容不同观点和表达方式。 同时, 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随着时代的眼镜和社会的发展, 审美标准也在不断改变。 我们应该开放思维, 接受新的审美观念, 不断拓宽自己的审美视野。 最后, 让我们共同努力, 建立一个包容和谐的审美社会。 不论是杨子还是其他公众人物, 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审美选择。 我们应该鼓励创新, 尊重多样性, 为每个人展现自己独特的美丽提供机会和空间。 在这个充满多元和包容的审美环境中, 让我们一同欣赏和分享美的力量,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社会。 让我们用开放的心态, 拥抱不同的审美观念, 让多样性成为我们共同追求的美的象征。 家乡媒体曝光肖战最新帅照 魅力十足, 绝美少年惹人喜爱。 近日, 被受瞩目的演员肖战再度引发了粉丝们的狂热追捧。 这一次, 他的家乡官方媒体不负众望, 曝光了他的最新帅照, 让人眼前一亮, 心动不已。 照片中的肖战身穿时尚休闲装扮, 面带微笑, 展露出自信的气质。 整个画面透露着温润酷帅的氛围, 令人陶醉其中。 他的五官线条清晰, 眼神明亮, 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精致修长的脸庞, 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都显得格外立体, 彰显了他的绝美少年魅力。 据悉, 这组帅照是在肖战家乡进行的一次特别拍摄, 旨在向粉丝们展示他的最新形象。 肖战作为当红青年偶像, 一直以来以其出色的演技和阳光灿烂的笑容深受观众喜爱。 而这组帅照更是将他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展现了他迷人的一面。 不仅在外表上散发着自信与魅力, 肖战在演技方面也备受认可。 他曾在多部热门剧集中出演重要角色, 引起广大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他的精湛演技和真挚表演让他成为了业内的一颗新星, 备受媒体和导演们的青睐。 除了拍摄上的出色表现, 肖战还以其亲切和潇洒的性格赢得了无数粉丝的钟爱。 他时常与粉丝们互动,不断传递正能量, 赢得了广大观众和网友们的好评。 同时,他也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成为了年轻演员中的楷模。 这次官方媒体曝光的肖战帅照再次引发了粉丝们的狂热热议。 众多网友纷纷留言赞美他的颜值和演技, 对他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粉丝们更是表示, 肖战不仅外表帅气, 内在更是温润如玉, 他的魅力无法抵挡。 目前, 肖战正全力备战即将上映的新剧, 在事业上稳步向前迈进, 为观众们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 我们期待着他未来更加辉煌的表现, 相信肖战这位酷帅温润的美少男将会持续给我们带来惊喜和感动。 家乡媒体曝光肖战最新帅照, 魅力十足, 绝美少年引发狂热。 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 肖战都展现出了他非凡的魅力。 让我们共同期待他更加精彩的演绎之路。 狗子刘大锤又出新招, 曝光了肖战和作伙伴的恋情, 这次是任敏。 刘大锤在直播间向网友炫耀自己为肖战做了多少, 甚至扬言要帮肖战拆所有的CP。 说起狗子, 不得不提刘大锤。 一直以来, 他的行为都是先透露一些爆料, 然后放一组漫画图让网友猜测, 最后曝光正主。 在肖战和任敏合作出演电视剧《玉谷摇》后, 尽管两位主演保持了合适的距离感, 但仍无法摆脱被组CP的命运。 然而, 刘大锤蹲点后, 曝光了任敏的恋情, 这也让组CP的行为变得困难。 这个拆CP能手真不愧是他的绰号。 对于刘大锤的行为, 肖战的粉丝不满地表示, 肖战已经多次大访澄清自己单身, 并呼吁某些人不要乱造谣。 肖战作为新生代的一线顶流小生, 那是资源不断, 粉丝众多, 每拍一部戏就会搭档一位女演员, 而每一部戏吸收大量的粉丝, 我们应该多多关注她的作品, 喜欢就一如既往地支持她。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